几个礼拜之后,马娜娜就要17岁了,相当于人类90岁高龄,她的生命估计要接近尾声了。 直到现在,她和约翰已经一起度过了17年的时光,是真正的老朋友了。 就这样,一个人和一头年老的野生花豹,不到两米的距离,在草丛中平静地躺着。 大家好,我是动物日记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分享了很多狮子的故事,有朋友肯定出现短暂的审美疲劳。 今天来讲述一个,关于花豹的感人经历,片中很多场景和人类社会的行为很是相似。 一动物日记着见,虽然已经去世数年,但主角母花豹的处世哲学,的确值得我们人类细细品味和参考学习。 故事,发生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,伦多洛兹动物保护区,这里曾栖息着一头,名叫马娜娜的花豹女王,她的战力非同小可。 并胜七世雄霸一方,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掠食者。 然而,就这么一位霸气的女强人马娜娜,也是一位令人同情的单身母亲。 她一生之中,总共生下十六只幼崽,却只有四只,有幸活到了成年。 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,这头,伦多洛兹曾经的花豹女王,传奇而又悲剧的一生。 故事全程,既识而又引人入圣。 舔毒之情,感人至深,并被拍成纪录片,常年以9.5分的评分傲剧前茅。 喜欢花豹的朋友,一定不要错过。 1979年,29岁的南非野生动物电影制作人,约翰·瓦迪,来到了克鲁格国家公园南部,伦多洛兹动物保护区,打算从这里生活的二十多只神秘花豹中,挑选一只,进行全程跟踪拍摄。 一头刚和女儿分家的花豹,进入了她的视野。 她就是母花豹梅格,她不怎么惧怕人类,是本次纪录片拍摄的最佳对象。 可惜,天不遂人意。 在一次夜晚,梅格外出捕猎时,血腥味吸引来了成群的狮子。 因为梅格爬树爬得并不高,母狮轻松就来到了梅格的位置。 树下几头蹲守的熊狮也虎视眈眈。 面对母狮的强取豪夺,梅格只能抛下猎物,跳下树丛,没想到还是遭到树下熊狮的围殴。 她被咬得满身是伤。 这次的重创,对独居的花豹来说,无疑是个灭顶之灾。 遗憾的是,梅格的故事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。 约翰只能转而拍摄梅格的女儿图格,但图格的性格暴躁,且警惕性极强。 约翰趁图格外出狩猎时,在她的洞穴里,发现了两只刚出生十天的幼崽。 这只走出洞穴的小可爱就是玛娜娜。 缘分让他们相遇,也给了约翰再次拍摄花豹的机会。 从那以后,约翰经常趁着图格外出捕猎时,偷偷拍摄两只小花豹,幼崽们藏匿在隐蔽的石缝中。 天然的庇护所,完美地防御了狮子和猎狗的侵袭,让幼崽们可以安心地学习捕猎技巧,掌握野外生存的经验。 让它们还很小的时候,就能捕捉小型动物了。 转眼,小豹们成年了,它们离开了妈妈,独自外出生存。 文多洛兹树从茂密,猎物众多,是野生动物栖息的理想天堂。 但想要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去,守护到手的猎物才是重要的一环。 这天夜晚,玛娜娜捕到一只邓鸣。 小羚羊挣扎的哀鸣声,吸引了猎狗们前来打劫。 二哥们明目张胆抢走了食物,就在旁边心急火燎地开始分食。 由于猎物不足以分配,此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开始发挥作用。 以上七下,让猎狗们失去了理智。 食物被抛在了一边,证明地位的孰高孰低,成了目前最重要的主题。 聪明的玛娜娜又拿回了猎物,趁着它们不留意,快速把猎物拖到了树上。 恼怒的猎狗们别无选择,只能拍个小赤后留守,但也一无所获。 数月后,玛娜娜生下了两只小豹。 她学着妈妈图阁那样,将小豹们藏在了严密的石缝里,确保猎狮者们不会找到这里。 更是每隔几天,就会带着小豹们更换巢穴。 但在玛娜娜这样细心地照顾下,问题还是出现了。 由于戒虫的入侵,它们患上了戒险。 这对野生动物来说,是一种足以致命的疾病。 约翰于心不忍,即便有顾虑,他还是选择帮助玛娜娜。 兽医分别给它们三个来了一针。 几周后,它们的戒险痊愈了。 也离开玛娜娜,去独自生存。 这一次的人为干预,也让玛娜娜多活了14年。 但玛娜娜之后生下的幼崽,就没这么幸运了。 两头外来熊豹同时入侵她的领域。 他们为了独占玛娜娜,不停杀死以为是对方的幼崽。 在玛娜娜接连失去两名孩子以后,她决定要终止这一切。 她采取了非常聪明的做法。 首先找到一头熊豹,化身粘人小甜心。 主动勾引对方,满足对方的授予五天五夜。 专一迷人的样子,让熊豹感动得不离不弃。 接着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另一位熊豹,再次继续同样的事情。 玛娜娜之所以这么做,也是为了迷惑他们,让他们都以为生下的孩子是自己的。 从而保护自己未来的幼崽不受伤害。 三个月后,玛娜娜的孩子降生了。 而那个机制的方法也得到了奏效。 两只熊豹都没再过来骚扰玛娜娜。 花豹一胎会生二到六只幼崽,生一胎的非常少见。 单胎的幼崽一般都会被母豹抛弃,但是这个孩子的确来之不易。 玛娜娜看在眼里,爱在心里。 她把幼崽藏在岩石缝隙里,小心地呵护着她。 本以为万无一失,但还是发生了意外。 有次玛娜娜外出捕猎,一只非洲巨蟒闯入了十缝中,昏食了幼崽。 赶回来的玛娜娜没看见孩子,立马四处寻找,看到肚子圆鼓鼓的巨蟒,肿胀的和幼崽体型差不多大。 立刻明白了一切,玛娜娜怒不可遏,冒着生命危险不停攻击凶手。 自知不敌的巨蟒赶紧退回到石缝里,玛娜娜没有放弃,她趴在洞外的石头上一动不动。 足足监视了三个小时,耐不住的蟒蛇出来之后,玛娜娜迅速攻击。 大蟒无心恋战,为了减轻重量,快速逃跑。 她吐出了吃进去的小暴吼,逃走了。 看着面目全非的幼崽,玛娜娜停止了追逐,开始用舌头舔视着自己的孩子。 小花暴早已死亡,再也不会对着妈妈撒娇了。 玛娜娜待坐在孩子身旁,忧郁地望着远方,很久很久。 最终玛娜娜叼着幼崽走向了别处,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守护自己的孩子。 她吃掉了孩子的尸体,活着泪水,咽下了所有的悲伤。 玛娜娜悲痛欲绝,她不吃不喝一直呼唤自己的孩子。 在这一刻,她只是个脆弱的母亲,她一生生下16只幼崽,可惜只有4只存活到成年。 但不管如何伤悲,生活还是得继续。 玛娜娜趴在树枝上搜寻合适的猎物,恰好一只溜丹的邓铃走到了树下。 玛娜娜静心观察,等毫无觉察的猎物越走越近。 她一记漂亮的飞扑,猎物已经到手,这个动作难度很高,需要无数次的练习以及感知力才行。 玛娜娜却轻松完成,不得不承认她的捕猎技术真的很高。 确认猎物咽气后,立马将其拖到了树上。 远处的狮子,目睹了这一幕跑过来了,眼看外婆的悲剧又要充年。 但聪明的玛娜娜立刻爬向了,更高更细的树顶,狮子们抢走了食物。 玛娜娜却逃过了一劫,但这点肉让狮子们起了猎物,他们大胆出手。 玛娜娜在树上冷眼旁观,趁着狮子们抢红眼不留意,她赶紧溜之大吉。 但前面似乎有了新的伤机。 一只猎豹正在捕捉羚羊,这大好机会,玛娜娜绝不会放过。 为了不让猎豹发现,玛娜娜悄敲前伏猛然出手。 吓得猎豹措手不及,赶忙逃命。 想要在这强敌环似的丛林,保全自己的利益。 捕猎和保护食物只是其中之一,经常会有觊觎者来入侵领地。 这时,实力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。 玛娜娜在巅峰时期可谓是一方霸主,经常狠狠教训入侵者。 但是现在,她已经近16岁高龄了,在花豹中算是高瘦了,身体的机能已经开始了衰退, 无法向青春时捍卫自己的家园了。 只能任由年轻的花豹闯入领地,大摇大摆做着标记。 她不是年轻花豹的对手,纵然有心,却也无能为力。 旁边传来猎狗的惊呼声,玛娜娜闻声赶过去。 现在她的捕猎技术大不如前,只能从猎狗嘴下抢食吃。 猎狗群的等级管理似乎永远不会停歇,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打架。 玛娜娜悄悄靠近了一点,不小心被眼尖的猎狗小兵给发现。 猎狗们把玛娜娜赶到了树上,等猎狗们吃饱喝足离开后,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。 此时玛娜娜才敢毫无顾忌地过来,她在地上寻找着零星碎肉和骨头,靠这些勉强填饱肚子。 今天玛娜娜运气不错,捕到了一只巨蜥。 几个礼拜之后,玛娜娜就要17岁了,相当于人类90岁高龄,她的生命估计要接近尾声了。 直到现在,她和约翰已经一起度过了17年的时光,是真正的老朋友了。 出于这种情怀,约翰决定要和老朋友做最后的告别。 她模仿着花豹母亲特有的叫声,安抚着玛娜娜的情绪,接着慢慢下车,躺在了不远处。 玛娜娜看着约翰的举动,像是有了心灵感应般,也换了一样的动作躺下来。 就这样,一个人和一头年老的野生花豹,不到两米的距离,在草丛中平静地躺着。 这是一幅很震撼的画面,彼此都知道,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。 果真,第二天以后,玛娜娜就没有再出现过,约翰知道,再也不会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了。 玛娜娜,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。 温情亦强悍,柔情亦理智,玛娜娜,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是动物日记,感谢观看和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